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來繼續玩明星之刃3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河背 有什麼話要對我們的前五說呢? 我想要出國三星一陣子,請幫我安排駕齊吧 哇河背,怎麼了? 想不通跟陸風要怎麼處理嗎? 這麼突然? 一邊是母親叫我專心工作,不准談了愛 一邊是陸風殷勤的對待,兩面都是太重的負擔 我想離開幾天,一個人想想,你可以幫我這個忙嗎? 我覺得其實河背的壓力應該是蠻大的吧 因為呢,破於一些無奈,還有許多的逼無得已 而且我感覺她就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還為了讓母親開心,不讓母親傷心 所以盡量的都配合母親那些要求啊 我覺得河背,你去休息吧,我盡量幫你安排假期的 希望你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好好地思考一下你的未來,看你要怎麼去做呢 你沒有意見?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是為你的經紀人,不得要關心你的工作 也要關心你的身體 謝謝 好吧河背,你好去休息一下吧 好,我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幫他安排他的... 他的...休息是不是 我們先拍廣告好河背 廣告拍完之後呢 我們就讓你初步休息一下吧 廣告拍個五天,然後再來 訓練一下他的... 我們先把需要認真的東西訓練起來 所以我們訓練說話技巧 那我們的沙水呢,休息 然後...廣告 廣告,反光片拍三天,唱片錄音 那我們的少主呢,休息 然後少主的話呢 我們到底少主要練什麼啊 因為啊,如果說未來我們想接到 家喝大姐的團體通告的話 那這些團體 是不是只想要吃過三張唱片啊 才可以嘛 所以我們可能是要盡快把少主練起來了 哇,真的感覺超級忙碌的 那我們試一下吧 那我們繼續給我們少主練 樂器樂理嗎 好,現在樂器樂理好了 那我們的克里斯呢,休息 然後拍廣告 然後克里斯呢,訓練他的 神經表情 還有這個,我們先把克里斯刪個練起來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最近去哪邊看呢 去廣告公司看一下,好知道咯 那我感覺呢,我們可以各跟隨個幾千 我們跟隨一下 這個地方 然後跟隨沙水 然後我們再去創意廣告,還有 專門廣告看咯 然後跟隨少主 都跟隨一下好了 好,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出發咯 好,那我們今天呢,我們先去看一下 商店吧 我想要買一點東西 好,我去看一下咯 好,什麼東西呢 飛天白玉,翡翠纏除 就我買一下吧 然後,玫瑰之星 我們也買一下咯 哇,我們的辦公室的桌子上 要換新的擺設了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看上去什麼樣子呢 那我們今天去刷廣告看吧 我們去看呢 有什麼通告可以接呢 這個誰,沙水 沙水怎麼了 沙水怎麼了 難得看到你在發呆 精神不太好 還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上次,我把清水想太趕走 是不是太無情了一點 我真的是很討厭的女孩子對不對 她只是在說細話而已,你不要太在意 雖然我也知道那些是細話而已 但還是忍不住在意了起來 尤其是她罵我的那些話 我的確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 表面上大家都說我很有禮貌 其實,我從來也不想任何人接觸到我的內心 老是不肯認輸,也不肯承認心中難過 只好用別種方法發洩出來 不肯接受寂寞的領悟 對清水性的弟弟也不理不睬 這一切都只是嫉妒而已 沙水突然之間對陳無坦承她的心情啊 她說不願意讓任何人接觸她內心 可是她現在是對我們陳無坦承她內心的意思嗎 祈祝她們可以陪伴在父親身邊 還可以跟父親一起吃飯一起玩樂 為什麼 為什麼陪伴在父親身邊的就不能是我呢 多年來,我兩邊奔波 一直希望可以兼顧父母親刷放的愛 也某某的期待有一天可以複合 重新組成一個家庭 可是我的想法錯了 就算助理太遙遠 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拉近的 沙水你已經夠努力了 一直都是一個人生活著努力著 感覺沙水真的是非常的孤獨耶 她內心應該是非常的孤獨寂寞的 你有這麼多目標不可能每個都實現 現在你如願一場進入演藝圈 這還不夠好嗎 可是 我好不甘心 居然被這麼少的孩子多少的父親愛 我從小開始不停的努力著 不管是學業外表好演藝圈 我都盡可能的努力著 一遍又一遍 就算失敗也不放棄 我只是想要父親多看我一眼 多誇掌我一眼 而不是將我丟在一旁 用物質來滿足我的生活 親情是永遠無法割捨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隨時都可以回去探望父親 不是嗎 可是 我的童年再也回不來了 在我失去要父母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陪伴在我身旁 現在我只能繼續走自己的路 捨棄我所有的一切 是啊 沙雪說這句話真是非常的 非常的真實啊 很赤裸的真實 過去的再也回不來了 不管往後做任何的彌補 任何的補償 已經過去的已經發生過的 時光是無法到樓的 童年再也回不來了 現在沙雪都已經飄成年了 17歲了嘛 其真到我正只在這有人格養成期 童年啊 青少年時期 正是最少父母在身旁的時候 也是最容易經歷起一個 很強的羈絆的時候 你說我的選擇一定是對的吧 沙雪 我們前五會幫助你的 我們前五會給你幸福的好嗎 我會祝你一避之力 如果你要選次一切來發展演藝事業的話 我會幫助你 因你的條件 想要成為一代的天后 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真的嗎? 真的 沙雪你已經是天后啦 排名第一名欸 超長的 真的 這是我的肺腹之言 但 幸好 不論如何 浩天天宣在我身邊 好想安心了一點 不再只是我一個人在演藝圈當中的孤軍奮戰而已 就算實施了親情 我還有可以依賴著活下去的目標 對吧 不管失去什麼 我都不會失去我的夢想 還有對自己的信心 再後把我殺死了 變成打敗方若綺 打敗所有演藝人員吧 成為第一名 一起衝刺 呵呵 沒錯就是這樣 先不要去在意抽原先生 你父親吃腦人的事情 也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那些對你來說都是包袱 要偷偷丟掉 是的 一起加油吧 嗯 好吧 待運沙水可以看開一點 從現在開始 就像親情的包袱跑在腦後吧 那些都不是你需要的東西 好的 我一定會學著遺忘這一切 只要煩惱我的事情通通拋掉 好吧 我們看一下喔 有沒有什麼東西 通告可以接呢 許主持人啊 這段真的是蠻感傷的 真的蠻感傷的 真的蠻感傷的 我們河貝可以接廣告耶 可是河貝好像想要休息 是嗎 我們幫他 嗯 我們讓他休息好了 先不要幫他排通告 那我們幫克雷斯接一下吧 哇 少主 人氣主持 好笑喔 少主定位就變成主持人了耶 好 我們幫克雷斯接一下這個通告好了 還是不要接算了 全職機會幫他們 令一下他們認證嗎 可是我們克雷斯名氣有夠了嗎 好像沒有耶 好 我決定我先不要接好了 我們當作一個休息期 幫我們一人令一下他的認證需要的訓練課程 甚至幾乎令一下 並且到時候如果需要的話 我沒有認證就不好了 好吧 蝦雪加油吧 我爭取蝦雪真的是非常可憐啊 感覺他的童年 還有青少年 應該是過得非常骨感的 蝦雪 到現在你還是不願意接受父親再婚的事實嗎 我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你也不是小孩子了 應該明白父親有自己的生活 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我明白 但你的表現呢 至少讓我有認識一次的機會吧 現在我不想面對這些問題 只想好好地發展影儀事業就好 翔泰是無辜的 我希望你對他好一點 請快點把他帶回去吧 你不想跟他多相處一陣子 多認識他一點 你會明白 他是一個開朗活潑 個性又相當坦率的好孩子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奇怪 他們為什麼覺得 沙雪一定得跟翔泰變成好朋友呢 對阿這很奇怪 請帶他回去 我不想一定要相處 如果你一定要這麼固執 我也只好帶翔泰回去 你父親你會相當傷心的 那沙水的父親 有考慮到沙水的感受嗎 我想這種事情 其實沒有完全錯的一方 也沒有完全對的一方 會有這樣的局面 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有錯吧 雙方都有錯的 我只要回去 會親自去見你父親一面 有什麼話 稍微帶會轉達了嗎 請他多保證身體 祝他身體健康 好 我會幫你一下父親問候 謝謝 唉 這蠻感傷的 幹嘛 彈氧琴嗎 好 其實他父親也是蠻自私的 只想我自己過得開心 他沒有考慮到沙水的心情 好啊 那我們今天去看一下 呃 絕摸廣告囉 看我的通告呢 啊對喔 呵 我不接通告的 算了就看一下吧 哇 和貝克雷斯 你在拍廣告嗎 和貝說 我看起來很難相處嗎 克雷斯說 唉 為什麼家學長輩沒有不斷插手 感應我的人生 他們是廣告拍拍休息 好啦我們看一下囉 哇被搶走了 好爽 沒關係 那我們就離開吧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去創意廣告看一下囉 因為今天是ES帶人的哲學活動 也許 沙水有在這裡 哇這麼多人 呵 哇好熱鬧啊 不知道大家的表現如何呢 馬秋慧 又進入決選了 我對自己也有信心 就是評審沒有信心 剛才評審說 決選這裡我的數值最高喔 真的嗎 哇 朱莉也來了 這次決選結果 我已經找廠商打聽消息了 但是怎麼樣都問不出來 所以我們沙水在哪裡 哇 股錢進來了 氣死我了 上回竟然輸了 這次我可是花大錢到巴黎去樹仙 就是帶人非我莫屬了吧 哇 這帶人的工作這麼強手啊 沙水呢 在這裡 情況如何 有沒有盛盛的希望 每個比賽階段出席準備都很重要 我相信自己已經準備好了 好 太好了 加油吧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啦 通告算你看過了 再看一次 要接嗎 好 我們不要接好了 我們趁這機會呢 好好的充實一下 我們自己依然一些實力 好 那我們離開囉 好 克里斯的宣點擊提升囉 金城武嗎 我應該沒有認錯吧 哇 真超音 這句話太傷心了 我們的城武 CG娛樂 現在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啊 喔 不是全世界啦 就是 這地方第一名 所以呢 你怎麼可以不認得城武 需要真情緣俏女孩 有元少爲來試演 好 我們看一下吧 哇 五百四十萬啊 感覺其實還不錯啊 還是我們接一下 四顆星的 感覺只會得獎啊 因為難度蠻高的 劇情什麼 當個姓南原北赤的雙胞胎兄弟 同時喜歡上個女孩時 他們兩人各自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感覺蠻好看啊 輕聲 輕鬆幽默劇 一人分身狼腳 喜歡上網的雙胞胎兄弟 同時愛上女主角 好像不錯欸 好 我們試一下吧 原少爲的氣質無人能取代 待遇當然是最優渥的 你看這炸錢 我真的很誠意吧 我們考慮看看喔 哼 你要考慮 好吧 我記得我們製作經費好像還夠 好啦 我再加一點 你就別再考慮了 加二十萬 可以再加一次嗎 該不然我們再加一次喔 正超音 我對你有信心 後來吧 我們再加一次 嗯 怕我再考慮一次 你要考慮 哇 有欸 好 我們接吧 我們不要太貪心 五百八十萬了 我已珍視了老是搞不清楚演員生長 那這樣滿意嗎 好吧 我們接受囉 因為我覺得啊 這個劇其實 它難度蠻高的 就是錢呢 五百八十萬 其實蠻多的欸 說實話 因為一般電視劇 不是都才 之前看到的是兩三百萬嗎 所以五百多萬 那我覺得還不錯欸 然後幫我們河背 這個女主角 感覺不錯 好 我們接收一下吧 好吧 那我們去找她 今天我們河背女主角囉 袁少尾才叫大瀑巴巴巴 袁少尾怎麼就有人氣啊 大家找她 好嗎 我們結束吧 哇 竹子小兵變成一個青蛙欸 有點好笑 好 我們現在排行程囉 我們沙水南休息 然後沙水拍她的廣告 然後再來一張片錄音 那我們的小竹呢 感覺不太需要休息欸 好 小竹來個小贏匯好了 那我們小竹呢 來訓練她的歌藝嗎 好吧 我們訓練一下歌藝吧 算說感覺啊 我感覺 竹子小街道是一張 團體槍片好像有點困難欸 請我們還是試一下嗎 好吧 試一下好了 好 月星月裡了 那我們河背呢 讓她出谷囉 喔不行 還沒有拍完 河背先休息 然後拍廣告 然後再來 首銀會 首銀會來個一天 然後我們訓練上我們河背吧 趁機把她的這個認證的東西練出來 說話技巧 先問這個 那我們可以先休息 然後這個拍完 然後訓練她的說話技巧吧 口才太低了 那我就練一下囉 那我看一下我們要跟隨幾天呢 永建電視 搜查電視 對了 我們要去永建幫我們的 河背借信的通稿 那我們就留個浪天去看通稿 然後我們跟隨一下大風巴巴巴 玩一下囉 然後我看一下怎麼跟隨呢 跟隨這裡 同步跟隨 然後跟隨沙水 然後跟隨少主 留一天去逛街 好吧 這樣囉 那我們看一下什麼特殊對話嗎 河背 然後我們的沙水 關於地裡清水詳態 那我們問她一下吧 上次我看到你跟律師討論得很激烈 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告訴我嗎 陳武 你真的沒有聽到嗎 沒什麼 只是發生意見上的分歧而已 我已經情緒一聲聲將那台籍帶回去了 很抱歉 遭遇公司的困擾 我不覺得有任何困擾 只是想知道你沒有太過傷心吧 哼 哇 陳武這句話好貼心喔 沒有 我現在心情已經平靜下來了 我不想再讓任何人打擾我的情感 現在我要做的東西還有很多 我不能再想東想西 也沒有後悔的時間 我要證明給大家看 就算只有我一個人 我可以活得很積極很燦爛 沙水說的這句話真的是 好讓人心疼喔 的確 我相信你已經可以做到的 可是 你這樣不會太寂寞嗎 叫所有人秉除在自己的生活圈之外 一個人默默努力 我已經無法回頭了 沙水 沒關係 你和我們陳武的好嗎 對 沒關係 我還有陳武 經紀人 跟隱形圈的朋友 跟我在一起 對不對 不用聽我擔心 我一定可以活得比任何人多好的 絕對 只要學生一個成長的孩子 真的 好 那我們出發囉 我們先去泳京電視 看你們幫河貝接那個通告 因為我想要讓河貝跟 看你們跟少主一起拍一部電視劇 我們先看一下囉 剛好在我們河貝是通告開始之前呢 應該是有段時間可以出國休息的 所以我們答應河貝事情呢 還是可以做到 好 女主角呢 啊 口菜325 認真求學 個性老實的研究生 我就知道口菜也不夠 可惡喔 差7點了 搞不好我們為河貝一次 百蛇鳥之蛇就可以夠了 325 好 現在我們回家看一下喔 因為我想讓河貝也拍一下耶 這樣可以同步跟誰 一起看就行 好吧 我們等一下囉 827號 記得幫河貝接這個 口菜325 其實不會說很高啦 就有機會了 那我們既然就來了 我們去樓上看一下囉 看主持人通告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呢 感覺我們少主其實還蠻適合接 主持人通告的 怎麼了 陳品 你是 怎麼想不出來呢 喔 CG娛樂的經紀人啊 陳品 我又不是好朋友耶 總不認得我們沈悟 我太傷心了 嗨 我心裡頭是電視著你 不想到你就來啦 我說我們倆 就是心有靈心一點通啊 哇 前軍 誰要跟你心有靈心一點通 我目前有個大節目 極限目標就該開始了 我特地為你們元少偉 勒了一個圈 非常適合他的 應該不會讓我辛苦白費吧 我真的啊 其實我們旗下 最熱門 最搶手藝人是少主耶 感覺最常參加綜藝節目的也是他 最常被蜘蛛人邀約的人也是他呀 太強了吧 哇 我的天啊 節目主持140萬耶 140萬 好 我們接一下囉 張亞萍 可以 大經紀人 這次通告主打的帥哥牌 最適合元少偉這型了 而且 我以為他還特別爭取到不錯的待遇 被老師傻笑那點個頭吧 我們當然要考慮一下囉 傻個大牌 畢竟我們第一名了嗎 考慮看看 你是不滿意這個價錢嗎 好吧 誰叫我很欣賞元少偉的才華呢 我再往上加 給我爽快吧 加10萬 我們再來一次喔 我知道 元少偉是有當台主的嘛 我特別給他加一些 別說出去喔 我們再來考慮一次 你是不滿意這個價錢嗎 是的 不滿意 你有加了嗎 你有加了嗎 好像有 好 好啦 那我們接吧 太好了 有元少偉當台主 一定會迷死一大 怕小女生的 主打 帥哥牌 少主 所以少主帥帥的 好啦 少主沒有就用野心美麗了 正式說完了 即使我們老爹什麼好嗎 這附近比較怕不錯 又要約我們前五出門了 好吧 那我們再走吧 少主真的好強手喔 大家都想要約他呀 哈哈 完全工作感覺真好 何貝辛苦你了 要不要一起去吃點東西 或是我送你回家 啊 等等 何貝怎麼可以跟你去吃東西 要是傳出了什麼 亂七八糟謠言怎麼辦 如果你是什麼名人就算了 到底新聞還可以站版面 站點喜氣 站點名氣 不過可行 只是個經紀人 我看記者大概連血都不想血喔 香母你好兇啊 我們成五受傷了 如果記者不相信 要跟我是吃個飯 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河北的時間寶貴 跟你吃飯根本是浪費時間 其實我覺得啊 畢竟我們成五也算是河北經紀人 他應該還是要顧一下這種情面的吧 他媽媽講話太過分了 太直接了 河北我們走吧 這種不必要的應酬就省了吧 經理抱歉 跟我吃飯在應酬嗎 我叫媽媽去外面處理的 不是說很差大 哇 ESJJ名單公佈 媒體票選 新鴻沙水最出色 太開心了 我們成功拿到了 超開心的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哇 天晴 嗨 我正在找小羊貓咪的人 你的貓咪有興趣嗎 天晴 你找出人了 要帶什麼天竹鼠之類的 貓咪 這個表情 對啊 我前陣子在巷子撿到的 很可愛喔 平常會喵喵喵的叫 晚上要急到床上陪你一起睡 有時候早上會幫你填醒 叫你陪他一起玩 我沒養過寵物 不過貓咪的生活習性 這麼一點大的動物 要弄死他比養活他簡單多 不是嗎 是我東西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 只要稍稍給他一點關心 你照顧 他就活得很好喔 如果不是我太多的外物 房東又有怨言 我也不想把他讓給別人 好不好嗎 我還能撒嬌嗎 天晴 貓咪絕對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我沒養過貓咪 都是養過不少人 想當去我底下也是養了一大群不下 不管多麻煩 我連眉頭也沒揍過一下 我還有個霸氣的校主 真的 那你可以養我嗎 天晴 怎麼覺得每個人都有格格的傾向啊 我真的覺得是遊戲裡充滿了 各種就是 有點好像 什麼有點好像 難以言喻的這種情感 那有什麼問題 哇 哇少主 你喜歡天晴啊 你喜歡什麼都可以告訴我 搬到我家來 也不是問題 我的天啊 少主你不是有炎號嗎 太棒了 哪天會被趕走的時候 又多一個犧牲之所 唉這兩個人都是問題人物 不過話說回來 為了尊重我現在同居者 要養貓的話 我得先餵一個人 炎號 少主你喊我 哇炎號 感覺我一百年沒看到你了 如果我說養小貓的話 你可以幫我照顧小貓對不對 對 這個表情 你看 這就沒問題了吧 太好了 你想到你這個人不錯嗎 對對我有愛心的人 一定是個好人 當然 我也一直覺得我是個好人 我請你吃晚飯一起勞勞吧 好嗎 下次走 第三個人是怎樣 要組什麼少年團體嗎 炎號一臉無奈啊 超久不見的 要養貓居然不是問我 是問炎號 我在他的心中定位 到底是 陳武 為什麼養貓問你 我們少主又不是跟你一起住 唉 炎號這樣好嗎 讓你們家少主養貓 沒關係我照顧得來 我還微笑了 看著他滿帥的貓咪的喔 少主比較喜歡可愛的東西 不管是人或是動物 這一點我早就明白了 不管是人或是動物 總聽才怪怪的 所以他眼裡從來都沒有我 啊 什麼炎號你超可愛的啊 你不喜歡的話 我們陳武 休養你 班農我們陳武招來住吧 掉掉 咦 剛剛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覺得炎號滿可愛的啊 威爾星探金珠亞洲 威爾國際積極探廠亞洲市場 好那我們今天我們去哪邊 我們去 我們去 我往他去看板 我突然發現 我們的盒背耶 一帶一個後真相 好我們今天呢 我們去 去買東西好了 因為我們其實搜索店是趕著不太少去看了 因為我們應該沒有人可以見了 好買一下啦 啊應該是買內衣了 好帥喔 蠻心 我們沙水廣告沙青啦 祭祥是航門犧牲子 消水也是爆出祭祥的身世之謎 好買一下 我媽又太瘋了 巨子打到星在天后 摩托0尾0 色意雙全 跨足演藝圈前途 看好 巨子耶 之前我在廣告公司偶爾看到他 可是巨子耶 你小心點 好我們參加一下大風888 希望可以成功 少主 我是袁少偉 請多執照 既然來了 當然就要拿到百萬掌金 看我的吧 不知道袁少偉之前是去看過我們的節目 是要為你說明嗎 我們 要說明嗎 應該不用了吧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開始囉 什麼狗屋是橢圓形狀 橢圓橄欖吧 什麼問題啊 和我愣了一下 想說奇怪什麼問題 其實每個東西都可以是橢圓的啊 桃子也可能是橢圓的啊 櫻桃也是啊 明天就是山中 哪個地方可以買到戶心單 露靈芝 這個問我們就對了 哼 我們在打殼時 射生卿打殼不為今晚所引起的 橫割魔吧 現在何者可以用來請問感情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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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必得嗎 反目成仇吧 神秘禮物題 好 哇派蒂克紅耶 太好了 買送沙水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草聖是誰 草聖 我不知道啊 是枉西芝嗎 一定不是俗士 好我們來個電話卡好了 他們打電話 因為我不想要 亂猜 我知道不是枉西芝跟俗士啦 是柳工程嗎 我不確定 可是我們還是問一下好了 我們來問誰呢 誰感覺對中國文化比較有研究的喔 誰會知道啊 克克斯你知道嗎 我感覺他可能是西芝也要研究吧 王瑞恩你知道嗎 真超音你知道嗎 糟糕 每個人看起來都非常不可靠 我們問王瑞恩好了 我感覺他一副全是淵博的感覺 好問他囉 嗨 王瑞恩人家是孫嫂美 王瑞恩我是孫嫂主 我在錄大風吧吧吧吧 有個問題我不知道 你幫忙一下吧 被後人稱為朝鮮的是誰 1 枉西芝 2 柳工程 3 蘇氏 4 張旭 我知道一定不是枉西芝也不是蘇氏 可是我感覺柳工程好像也不是啊 對啊 事情超簡單的好不好 哇 太好了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張旭 我們做打吧 下輪合結為明星君之類的吉祥寵物 NPC吧 這是我們跑過芳若琪的世界嗎 看我們不會浪費我們機會的 下輪合結為心臟內四個槍士之一 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用心室 神秘禮物 那我們再來喔 小二讀這個 串說也是福特不上 你的串說的意思是 小二讀這個串說也是福特不上 也是福士不上 急迫匆忙嗎 要來個 用到我們機會嗎 嗯 嗯 感覺是 感覺是急迫匆忙啊 我覺得啦 要猜嗎 不 往來不行 我應該要用投票卡 哎呀 真是的 算了 可惜 好啦我們12萬元 現在再來參加嗎 可惜沒100萬 傷心啊 我應該是用我的卡的喔 所以以後知道囉 不知道不要猜 還是要問一下 好吧算了 有沒有想說我們還有這麼多題 留著我們機會 好啦我們還是下次我們再努力吧 哇 什麼 經理 最近一人的表現出色 我們收到製作人進來的分紅囉 新名沙水專輯耶 八月新娘分後兩百萬 超開心的 你好 我是543叔叔 邀請少主擔任慈善舞會主持人 好嗎 我們少主真的是超自有人氣的 超級 哼 邀請新名沙水擔任慈善舞會嘉賓 9月8號 好嗎 哼 欸不對 可是夜賽人不是說要去參加嗎 會打架嗎 我們先接受好了 你再給戲劇樂的一人機會 我怎麼好意思拒絕呢 您客氣了 實在是你們一人有本事啊 哼 節目等一下找我 該不會看到季祥了吧 因為上新聞了 好 那我們繼續往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幫忙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是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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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